那当然中国的手段刚提到非常多 台湾的选举随着这个日期已经不到百天了 这个已经非常越来越白热化 所以我们看到了郭台铭的 这次宣布参选的总统的一个联署 现在在进行 然后富士康马上就被中共 中国境内在做这些查访的一些相关的动作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说台湾的历届选举 中国从来没有缺席过 一定有各种各样方法介入 但是这一次是最明显最落苦 对于中国怎么说呢 我觉得在中国很清晰 中国不喜欢台湾的本土力量 不喜欢台湾的亲美力量 这样的话对他统一大业是相反的 所以说他就想一直想让在野党整合 在野党整合的话 就有机会都把台湾的本土政权 或金美政权打倒 这是中国的最大的利益 但是他看他们三个人 整合了好几个月 整不整不明白 那中国就开始出手了 出手以后 其实郭台铭出来选举 这是最简单的数学 本来是在野力量 本来是两股 现在变成三股了 大家就是帮事有利于来清德 所以说大概在一个多月以前 中国的郭台班主任 就跑到关帝庙 有意的在说 这是个就是反正 明显的就是影射 批评郭台铭 你就是不要悲心忘义 但是说了 郭台铭没有听 没有听的话 那现在就很明显了 那你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修议你的 在中国 在中国的这种 很明显 它是有意义的 就是说在中国各地 说什么广东啊 什么福建啊 什么湖北啊 河南啊 各地的富士康的有关企业 去查 一个是查土地利用状况 一个是查税务状况 就是给这些明显警告了 你要是再不 再不用的话 就罚款嘛 这基本上 罚款你就可能承受不了的金额嘛 这样看郭台铭怎么办 如果郭台铭肯退 那么至少就三个人变两个嘛 然后它再变成一个 的话就是 这是很明显的 但是说这样做 第一呢 我觉得国际社会 看着 因为不光是台湾啊 什么加拿大 澳大利亚 很多国家的选举 都被中国的渗透介入的 你用这种下三岸的手段 介入别国的选举 这是否定民主嘛 这种做法 我就对中国自己的形象打击 另外一个 就是说对台商 大家都坐不住了 这不定什么事情 我我是按商业逻辑 我确实逃税 你可以查我嘛 我是一个政治上面 你没有达到政治目的 你在商业上打压我的话 那我以后 不可测因素太多了 大家就会跑 不光是台商要跑 全世界全世界的商人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中国自己伤害 也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 就是说我想中国今后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介入台湾选举的手段 但这一次已经是属于赤不上阵了嘛 过去还遮遮掩掩一点嘛 这次已经非常非常明显 我我并不认为这个选举都这么做的话 那这我对台台湾人要好好思考一下 台湾的选举应该不应该这个被介入 台湾人应该不应该用选票捍卫自己的这个民主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